到會餐點 到會還叫菠蘿腸仔 小弟態度也不太好 做生意的事 但你永遠都要有些道理 譬如事緣 譬如剛才我們見到一個太子爺說 那間店是我的 學生都為我出的 我不讓你有什麼問題 就這樣說 好像都是沒有問題的 他可以不讓你 但根本人家整件事 不是講那兩元的學生優惠 好了 我們結合其他那些街坊 街坊 即是不關閉這件事的街坊 我覺得 你們這間店 都一定會收皮 經過這次 老實講 尤其中段 記者問我一個英俊 原來那個是爸爸 走出來找一把傘 我先不要說攻擊 去到這樣的情況 譬如說 傘 不小心弄到記者 或者那個事主 哎呀很痛 很痛 我也不排除 他們也會誇大件事 因為那時候是衝突的 但為什麼你會拿傘出來呢 是不是 你做大人的 你兒子就是這樣 喂 好生好生 小姐 妹妹 我不知道你發生什麼事 你覺得這樣 你們又很適合嗎 這樣 有時候可以慢慢說 怎樣都可以慢慢說 而不是像這裏所說的 整班大人去欺負學生妹 喂 老實講 可能你們都很抑壓 但是這樣 就是惡人谷 那家伙伴 還要一家人都是這樣 正常來說 不應該是這樣的 我跟大家說 但是 就是 很不值 有什麼事呢 因為他們 我都不講政治 你說講政治 可能他們支持民主的人 不要緊要 或者多形狀 多藍絲 但是 是什麼事呢 其實呢 那個小孩子 就是第一個出來回應 你看我講的 就是那個 他根本就不夠成熟 去應付這些網上的事情 他一下子就錯了 好了 究竟什麼事呢 好了 他3月27號 其實都是兩三個星期前 Nicol 和她的男朋友 就在屯門這間都上面吃午茶 賣單的時候 看到餐牌寫著 穿校服可以減兩元 他就問 咦 我們是學生來的 結果呢 那個店員就用了很差的態度 喏 這些很差的態度呢 我就不作評論了 因為你覺得很差而已 他說 你哪家學校啊 事主就跟他說 所學校的名字 他點完就說 沒有聽過 嘶 也沒有 叫他們出示學生證 就不給他們 OK 好了 即是不給學生誘惑他們 那麼他想 沒有就算了 就走了 怎樣就點完了 後面說 我這些只是給屯門中學 丟到酒梁架架鎮 但是餐牌那裏沒有寫明 就是給屯門中學 即是元朗那裏就不行 是的 不是 都可以的 你要寫清楚 嗯 再不是的 哎呀小姐 你可以直接 不是人家走的時候 才這麼說 哎呀不好意思啊小姐 其實我們是 只是給屯門 附近的學校 學生的 你們那裏 這兩間我就不行的 那都沒事的 你就不要人家 沒有就算了 走的時候 你想像到 即是轉著臉 或者 每個都來 即是這樣的意思 好了 事主就不滿了 於是乎 他沒有跟他吵 在Google餐廳上 評分給他一顆星 這個店員就可能不服氣了 就說 留言反擊 他說 餐廳都有最低消費 我已經沒有收你們最低消費了 這個可能是事實來的 他覺得自己是對的 我都沒有收你們最低消費了 好了 第一次你有沒有寫清楚 不是 我都不要管 當你沒有寫清楚 好了 其實這些所有人 已經是 寬雲度這樣 對這個店員 當日他有沒有寫清楚 亦都沒有當日 跟市主說明 他還說 還要便宜兩元 其實沒有 你們不是在這個學校 還有我們有最低消費的 35元 你現在兩個人 你消費得68元 我都沒有收你們 即是你要說明 你不說 因為有多少人 你一聲 你留言你就說 好了 阿力哥說 其實如果 他們說要給最低消費 他沒有所謂 他可以多買一碗 跟著 這個店員就誤會了 就說 你們假扮學生 然後 這個就是問題了 他就把這個男生的相 可能他在那個 CCTV上 Capture也不定 在手機上 偷偷拍到別人 不知為何 又不定 就擺出來 OK 就說 有幫個男生打格 OK 但是 就沒有 那個男生的校服 那個校費 打格 大家覺得這件事 算不算效果 好了 然後呢 就公審 各位看看 這個說 這個像不像學生 好了 而Ricol呢 那個問題就是 喂 大哥 你男朋友 想不想打格 你不打他 校費其實都會影響到他 老實說 你問我 如果一個人穿著校服你 校費 你做生意事 你不是給他 你說這個學校 在哪裏 可能他覺得 這件是甚麼呢 就是運動服 又得校費 就是 難道我 為了兩元 為了兩元 你也是做生意的 你生意是求財 對 老實說 兩元而已 為了兩元 Ricol第二天 因為他要乘飛機 於是乎 早上 因為第二天要乘飛機 這個就是令他 很不滿意 神早流利來 吊你了 有沒有搞事 我們還沒開報告 就說 去面鋪 他不是要給兩元 他說 可不可以跌了張照片 對 但是那時 面鋪只有爸爸 和爸爸媽媽做 他的家人做 碰完 即是他的兒子 就不在 負責人的爸爸 就說 喂 呃 據說 負責人 爸爸 不單沒有了解這件事 更加鬧事主 說我們都不是學生 為何會這樣 反正 肯定是他兒子 和父母說過 這件事 這件事 而負責人的老母 老母 更加用手推 阿力柯 扯他的上衣 企圖搶個電話 不過那時 有圖人見到 幫忙 喝止 事主 因為趕著要去機場 所以 就沒有即時報警 好了 那天之後 弟弟 又在Google 評分留言 過了 似乎 阿力柯都去了外國 他說 這個男生 電彎啡法 哪裏像學生 阿力柯解釋 他男朋友 是混血兒 啡法 鑽法 鑽法 是很正常的 你看一下英超 你便知道 第二 這樣講 是不是歧視全港 啡法鑽法的人 啡法鑽法 不可以做學生的嗎 沒有錯 第三 他已經穿著校服 你又要證明自己穿校服 既然面譜 這麼喜歡 在Google留言 我們就看看 這又不是阿力柯講的 其他食客怎樣 評這間 麵店 就一個禮拜前 未出這宗新聞 那些食客怎樣評論呢 極劣 態度欺 食物又不特別好吃 貼錢都不食者間 適應態度肯差 趕客走 老實講 其實食肆的評論 你又不要那麼上心 因為我見過一些很差的去到 又不是那麼差 有時候都是客人 有些人讚得很好 又不是那麼好 但是 好像他這樣一面倒屌 是相當少的 好啦 連登的有不少巴打斯打 都會在兩個鋪上鬧過 OK 那 喂 不要啦 記者於是符唱老師 就直接去訪問街坊 三位街坊接受訪問都說 是啊 你看看 你態度不一般 我們都是幫忙 一次就沒有下次 通常呢 我們香港吃這些店 我和你講一下 阿靖 我們不要求什麼態度 很好的了 正正常常這樣就可以了 那些食物好吃就OK了 你如果能夠令到別人覺得 你覺得你很好吃 都不簡單 太難吃都算了 都算了 好啦 去到昨天拍這段片的時候 Channel C 陪這兩個中學生去面譜 看看負責人 肯不肯去刷刷 其實到最後就是 為什麼呢 真是可能會影響到他們 其實呢 結果最後這件事 反而就真的影響到了 我覺得呢 公道自在人心 你都不用這麼上心 就是說一定要跌跌相上 可能現在已經覺得 一個個人權益那個 什麼呢 就是那個 拗叫 其實整天的東西放上網公審 其實好啦 其實老實說 你問我 你放一聲那裡都沒有必要 直接這樣都不需要 你自己不去光顧她 就搞定碰她 然後她又沒有必要把別人 做上公司 是啊 真的 網絡年代很多人做了 就是這樣搞到 就是小小事 我明白她最初生氣的 就是 喂 你問我拿學生 我問你兩個人先押一碗東西 是啊 最好這些人 最低師傅你寫清 寫妝 一定可以爭 第二 不是 當日你直接說 喂 我們都沒有收你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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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 都是求什麼 求才 是不是 說真的 怎麼搞成這樣 我倒不知 我倒不知 不知 雖然 兩文oster 好像老人老土 但這時間 有時間 有時候都有 陪陪兒子去吃東西 好了 跟著呢 店員呢 他們再去啦 剛剛涉事的店員 即剛才看到 他多次說 他都不像學生 也都認為事主公審 他公審我 我才把他放上網 哦 認了 他公審你是一件事 你這樣把他放上網呢 都是不公道 你要擺都擺 姐姐咯 關我男生什麼事啊 還有你做生意的 回應就可以了 不需要放一張照片上去的 即不需要開到新post 好了 跟著又問 他說 那事主公審我 又公不公道啊 給一顆星我又公不公道啊 好了 突然間在這個時候 負責人我爸爸就用車子驅趕記者和事主離開 期間也弄傷事主 泰國不老闆啦 後來面譜負責人 即是店員的哥哥到場 他多次表示店鋪沒有收事主 和他男朋友的最低消費價錢 如果事主想追回兩元優惠 應該事先就收兩碗價錢 他又說男生放照片上網是沒有問題 喏 這個是他們 他們真是真誠相信的 真是真誠相信一件事是這樣的 那你當日就說 對不起 你不如你叫他弟弟說 直接說 你看到剛才弟弟的態度 小姐 不好意思啊 我們優惠你無所謂 但其實我們有個最低消費的 我都沒有跟你們收你 你只好想串高子態的總體 你又不說 你下次來呢 你們就叫多一碗東西 你又不說 我都不要說 即是人家叫人一碗東西之後 你又沒有債刑 我們有最低消費 你會叫多一碗東西 是的 在那時候 這樣嘛 你又不說 然後你覺得我給了offer你 你還給我拿兩元 人家就不擔心了 其實你根本是 就是 許大日他們的心態 加了人就是說 我都遷就了你們了 他們還真誠這樣 覺得現在那些人很懶惠的 現在這麼多人 好啦 記者如果你這樣報導這件事 她說呢 接著我先說還沒去 又說放藍收張照片 當然沒問題 因為已經打了去隔了 又說市主第二天來臉譜是滋擾 臉譜未開 他又闖進來 闖進中心的地方 想了這麼多東西 屌你了有沒有 這個世界就永遠有這些人 你永遠可以選 不過沒所謂的 叫一品 你們四兄弟姊妹 你們繼續用這樣的思維去想事 做生意 反正她肯定是含家產的 我不是說 他堆砌了很多 對方不對的藉口 但是一開始件事 很簡單的嘛 你有沒有寫下清楚 最低消費 他沒有的 你叫什麼時候有沒有提他 就算你 你給不給他 都很閒而已 老實說你給我 可以用這個心態的 吐你媽媽 一禁兩個人 叫一換東西 做生意的 吐你媽媽 還要騙我兩元 他走開了 你們背後會不會這麼說 你猜 我告訴你 大部分店舖的100%會這麼說 但是你給你媽媽 那件事 不會有complain 接著你還要把別人的照片上去 是一定不對的 好了 他就說 如果 你跟Channel C說 你公開這件事的 我就會把閉路電視放上網 讓大家評論到道理 我覺得你放上網好 好啊 讓大家覺得花心平下道理 但是對你有什麼好處呢 我當你是對的也好 好了 警察跟著來了 就是報警 警察走了之後 負責人就捉著記者 就是Channel C 就似乎想說服記者 蓋著這件事 不要報導 又說 如果記者將報導 就有為新聞價值 又認為 事主為兩元而吵是很小事 但是其實事主不是為兩元而吵是為了叫你不要放在男朋友的照片上網給人公審而已 那事主還要兩次無辜受了負責人的爸爸媽媽兩下 你明白嗎 好了 那結果呢 到最尾 你想別人不放上去 你又撐不到最後一品 叫記者 以記者來說 你要不要更加放你上去 你害怕的嘛 我不敢放你上去 老實說 好 初時我以為她的條題叫 屯門流氓刀剎麵 怎態度衰 我心想這麼傻的樣子衰 叫做流氓刀剎麵 這些標題也是太多 後來呢 發現原來她不是流氓刀剎麵 是一品刀剎麵 那有機會我去屯門吃一下 希望她還在那 好吧 老實說 和氣生財 好小事 特別是年輕人 而且不用整個口 我們只給優惠屯門學校 這些都多了 要浪費 浪費 好 先說這兩節新聞 第一節就是 政府買巴黎 奧雲主播權 我也覺得是好事 但原來這件事 今天訪問了楊勇雄 文化體育及旅遊事務局局長 一番言論 又說夜晚都未必不好 我認同 夜晚的時間 其實最重要是項目是否吸引 如果你說 他呢 我真的不想這樣形容 楊勇雄局長 楊勇雄局長 他由上屆政府到現在 他另外想起三個字 叫北祥人 那些人 是那些死老公的那些 那些死命 作廢,不是作廢,不是退市,應該輸了我了,當你,我沒有記錯 那很多時候,因為馬沒有騎士兵 就亂跑,或者不能跑,或者是拉屎,很少會這樣 第一的,歷史上有沒有試過呢?我沒有去查,但相信有 因為為什麼呢?畢竟是比百多磅輕 但是昨天那一場,戰鬥英雄就很特別了 為什麼呢?你看回那一場馬,雖然騎士兵馬 他就好像有性的樣子 他不是那些,就算贏跑第一刀,亂衝硬地狂跑 他又不是,他是跟著馬群走 轉彎入直路找位 然後去到法力點 我們騎馬,或者賭馬賭得多就知道了 法力點都很重要的 尤其是你過了法力,你的爆發力沒有那麼長 你最後那個巨報就被人踏了 因為那些過磁化力,又大惡 過磁化力,你想起,吵架 我們就追不到 但是那些戰鬥英雄他很厲害 他吵你無論端端,吵你自己 跟著馬群,轉彎入直路 望空,跟著一步一步貼過來 最後差不多到達,再比力,就贏得很精彩 有靈性 那不禁令人要問 人們不禁令人要問 即是,吵你有沒有騎士用來做什麼呢 我見到有很多網友 騎士用來拉馬? 方圓是這麼說的 其實就不是的 如果大家都揹著騎士 那就大家都公平,大家都揹一百多磅 因為馬不是隻隻那麼厲害的 有些馬就是瘋子的 吵你有沒有踢他,他很壞的 馬不是每次都這樣揹 你去試閘就懂得出閘 如果你沒有騎士在那裡 你去玩東西,不想出閘又行 如果你這樣出來 你有沒有去鱷屎,問前面那隻馬 甚麼都行 那些馬,好想瘋子 所以你還是要有騎士的 但是你說會不會有拉馬呢 當然這些不用說 好,休息一會